我想請我們那個台中港務局李局長好啦 好不好 我們請台中港務局李太新局長 國委員長 欸 局長好 真的不錯喔 來到台中港啊 表現非常優秀齁 現在好像台中港的影韻量好像是 全國第二是吧 是 已經排名第二了嘛 是是是 現在這個 但是有一些啊 我想還是有改進的空間 是是是 因為這幾個 第一個齁 那個 呃我們的 這個職工福利金啊 是 依照 我們營業收入總額啊 踢播的額度啊 我看每個港國都 踢播到最高0.15% 是是是 只有台中港才0.13% 是是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要提升到一致啦 是 因為大家都努力了 台中港進步這麼快啊 是 而且已經營運到第二名了 是是 我們的職工福利 比別的港口少啊 這應該局長可以給他們加獎加獎提拨到最高嘛 對不對 而且這個同工同酬啊 福利金也應該一致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應該加強一下好不好 是是是 改進一下齁 另外呢 我想我們定期航線齁 那 呃 這個 現在只有中原之星嘛 是 台中到廈門的齁 是 但是營運狀況好像也不是 呃 非常非常的理想齁 這幾個 這幾個半年不錯 這半年不錯 這半年不錯齁 原來上半年大概一個航市二三十個旅客 現在一個航市都兩三百 我想應該把握時機 現在兩岸台中港啊 因為位置在中部齁 是是是 而且這個 我們的機會齁 是 應該是 面對大陸啦 是是 而且是最近的港 是 所以應該多幾個齁 是 因為福州最近也一直希望跟我們結盟嘛 是是 希望跟我們一直能夠多做交流 是是是 那未來廈門這一次啊 到台灣訪問啊 是 也有提起說 希望啊 這一個 未來他們也同意啊 是 這個 我們的汽車啊 是 透過 這一個 輪船 到那邊直接可以開始 是 這個 這一個規劃部分啊 我想我們可以未以籌謀 是是是 但是呢 有幾個 有幾個部分啊 我是覺得說可以改進的 像 我們高雄 我們基隆港啊 一年來接待 這一個 今天來接待這一個 訪客已經有四十萬了 是是是 但是台中港好像這一方面 是不是可以規劃一條 跟台中界 台中市的旅遊界 是是是 而且這一次觀光局 採線短就到我們台中市來啊 是是是 但是這一個沒有結合上很可惜喔 我們最近的地方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喔 把我們這個做一個 跟台中界的旅遊界啊 是 做一條精緻的路線 是 做個一日遊 或者兩日遊 在台中市 因為最近都沒到台中市來消費啊 是是是 好像來到台中市 都是過路客齁 對台中的幫助不大 但我們地理位置這麼優越齁 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加強一下齁 是 至少我想我們應該比基隆 機會更高嘛 好不好 這方面我想可以 可以加強一下齁 另外一個要加強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幾個專業出租區 其中幾個 這個成效還不是非常的理想 是是是 有一些甚至有掛領的狀況嘛 這些都已經好像很久了 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現在專業區大概台中港 有三個主要專業區 一個是工業專業區二 一個是電力發展專業區二 第二期 然後一個是我們那個物流專業區 66.5公頃 那目前那個工業專業區二的部分呢 中榮鋼鐵他要承租128公頃 那這個案子 目前跟他在協調 那在協商當中 那最快是看他明年一月能夠定案 那個就是他要投資237 那另外有工業專業有70公頃這個部分 目前有一家太陽能的一個廠商 也要來投資這70公頃 那另外呢 我們電力發展專業區那邊 目前是 比較可惜是原來有一家中港太陽能公司 要來投資 但是那後來跟我們有一些履業的爭議 那目前在工程會 在協商當中 那如果協商好了 其實我們目前街道有 還有包括幾家上市公司 也有意義來這邊做太陽能發電廠 那至於那個 那個港戶發展專業區就是我們66.5公頃 那目前具有了解是有一家 委員有介紹一家汽車的一家業者 我們也是一直在保持聯繫 那另外有一家也是太陽能的廠商 他也是上市公司也是希望來這邊投資 所以我想如果明年應該初步會有一些成果 那這個成果應該是滿大的一個進展 大概都是幾百億的投資 我想你的努力跟你的作為 跟你的積極度應該是值得肯定 次長這個應該要加強 我坦白講 因為我是覺得在台中港 能夠你上任後到現在 有著述的這個進步 這個真的是真的是 而且非常積極 不管這個成不成 你都很積極的來參與 所以我想這一個有部分的區域 但是休憩區好像投資的就比較少 這個部分應該我們應該把握時機 跟大陸方面的這個契機 尤其這個大陸對台灣一直很嚮往 那我們最近的地理環境 最好的沒有好好把握這個積極 很可惜 所以這方面你應該可以加強一下 跟委員稍微說明 我們油氣的部分正在就是說 將來那個配合遊艇的開放 我們會跟那個無期以港 那整個油氣機 還有我們整個遊艇業我們會結合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一個有效的機會 因為我是覺得說我們應該 這個台中港應該要規劃 應該朝大陸 因為十幾億的人口 畢竟這個市場這麼大 台灣這麼小 那港口有一個基隆 有一個台北港 有一個高雄港 法連港都對外太多了 但是對中間這一塊應該是我們的契機 但是尤其是旅遊這一塊 這一塊我們要推展 吳元聰的工業 台中港 這個旅遊業應該是可以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休憩區跟旅遊業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能夠有這個可以招攬更大型的來這裡投資 那創造出我們一個景點 或者安排精緻的路線 一日兩日的經濟路線 對台中的經濟發展是有莫他幫助 所以我們會努力 你看你看台中港 我們最近的那些土地 包括重化好的 台中線重化好的那些 飆塑的情況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是是 就知道那裡可能需要大型的 這個項目來進駐 那我們的油機器這麼大 而且已經做好了 不只說又便宜 那這一塊也是個處女地 應該好好發揮一下 好不好 這個改善空間 不過對你的能力 跟你執行力 你在台中港上任以後到現在 是值得肯定的 我要感謝你 因為對台中港所做的努力 是不是 謝謝你 那我再請我們那個 蕭局長 高雄港蕭局長 請 高雄港蕭金遜局長 高雄港 我聽部長提及 我們已經十幾年來第一次 我們的營運量都提升了 而且後櫃量裝卸也都提升了 但是好像我們編列的預算 反而是減少了 到底是 這是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一下 後櫃量是提升 但是因為 七年八八水災 八八水災之後 等於高雄港跟安平港 那七年得到沒有關係 我不是 但是你99年度啊 SARS 因為整個SARS 不是這樣 因為我是算總量報告出來的嘛 那事實上就 貨櫃量是提升 但是因為 南部八八水災之後啊 安平跟高雄的SARS都沒有進來 第二個是 星達港的這個煤炭 已經 在高雄港 裝卸的這個煤炭已經轉到星達港去 所以這樣子的 總量呢 就稍微有一點下降 過去我們是第三名 世界第三 現在已經降了那麼多 還有我們應該 還有很多的服務的 這個項目應該很多 譬如說像 過去啊 很多的輪船 在我們這裡進出 也會 因為做中基站 我們地理位置太優越了 現在 不只說我們這些優勢都沒有了 甚至我們的服務也沒提升 因為像 譬如說 我拿個比喻來講 加油好了 結果你看現在 不只新加坡 不只福州港 不只 我們周遭的都在獎勵啊 都有 都有退佣啊 都有 這個時間又短啊 我們現在光加油 時間在外面等有些 等了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加油都有問題啊 我們 而且那個地點又不好 那這個方面應該我們可以 大力改進啊 招攬這一些 這一些 來這裡做 這個進駐啊 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嘛 跟委員報告 海上加油的部分 在高雄 因為我們跟新加坡不一樣 新加坡接近四道 所以海平面 那個正穩度很好 所以那邊是比較適合海上加油 那麼高雄這一邊也可以努力啦 那目前我們在規劃 我們是很希望呢 將來乾脆在二期擴建的時候啊 就把它引到 你不只加油設備少 地點少 而且喔 你在外面有時候 讓人家在這裡等了幾個小時啊 人家 新加坡都有退佣耶 還要送禮品耶 對不對 還要收到好的交代 我們這裡好像是官司的 人家好像是一個非常親切的 一個招待所 我們這裡好像是一個官僵的 你要來就來 真的差別太大了 我們跟新加坡比跟這個 大陸這個港口比我們真的差太多了 你不覺得嗎 同樣的價錢 人家福利又好 又親切 又送禮品 然後又退佣 那我們這邊做了什麼 你可以跟別人比較嘛 對不對 當然啦 港務局我跟委員報告 港務局在這一方面 我們會去努力啦 但事實上也跟油價也有關係啦 那實際上 實際上這個部分齁 譬如說船上的用油啊 另外譬如說我們這裡 中油跟台售啊 台售這一方面的油就沒有不生產了 所以這些都是原因之一啦 不是啦 這個原因我們都知道啦 那麼久了大家都清楚啦 如果提升高雄港的競爭力 這是最重要的嘛 有很多改善的工程 我是覺得 為什麼這些人 過去都在高雄港 現在不來啦 我們現在已經 活潑一點的方式嘛 來面對 世界的這個競爭嘛 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已經公告出來 我歡迎大家來投標 而且我條件會改 不是 不一定是要投標 而是我是覺得說 你應該把 用活潑的方式去經營 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人家都已經在 在退休 在送禮品了 我們現在到現在還 還在關亮的 人家來都馬上可以加油 時間都定好了 一進來就馬上加油 我們要等那麼長的時間 這人家不跑才怪啊對不對 有那麼多優惑的 優惑的條件 所以我說覺得是 不一定是要去招標 做很多的這個設備啦 如果只有改善設備 增加很多投資 我想大家都會嘛 是如何就現在 可以把它提升 因為台中港就是這樣啊 它沒有增加很多投資 就可以把它改善得非常好啊 就現有的提出 這個管理能力才強嘛 對不對 所以不是要再投資更多的設備 這不一定 是把現有的設備把它改好 能夠提升效率 那才是我們要的管理能力嘛 對不對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蔡景儒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徐耀昭委員支訊 謝謝 放入冰箱